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奇哥 天下間最好笑的笑話莫過於太監就教人防中術和特朗普政府教人開記者會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大發議論說中方如果想在疫情通報上展現透明度 就應該召開記者會,然後開放記者提出他們要問的問題 特朗普開記者會由於家常變化,沒錯,是提升透明度 但就不是關於疫情的通報,而是比全球民眾更清晰地看到 堂堂全球最強國的元首竟然會以為每日拍一顆藥疾藥,新冠肺炎就可以遠離他 蓬佩奧懂得食君之綠,擔侵之憂,該他這麼耐用 之前特朗普開記者會開放CBS一個華裔女記者提出他要問的問題 結果龍顏大陸叫記者去問中國,繼而忽咒而去 怪不得蓬佩奧要叫中方開記者會 講到美國式透明度,蓬佩奧本人最近也有精彩示範 國務院監察獎尼尼克被掃地出門,引發謠言滿天飛 有人說是因為尼尼克查蓬佩奧濫用職權,叫下屬幫自己放狗 有人說是查蓬佩奧去年繞過國會對沙特軍售因而遭到報奉 蓬佩奧本人就否認全民,但具體原因就不說得 果然夠透明 當然美國政府在桌底下進行不能說的秘密又怎知這麼簡單 烏克蘭當局近日調查前總統波羅辛科被指叛國和濫權事件 其中披露一段據稱是波羅辛科和拜登錄音對話 內容講到拜登在任時承諾向烏克蘭提供10億美元貸款 以換取時任烏克蘭總檢察長趙金離任 以免他調查拜登兒子亨特任職的天然氣公司 果然是天下烏鴉一樣黑,誰也不比誰高尚 特朗普之前捲入通烏門醜聞,正正因為被指以山水喉為要脅 施壓烏克蘭孩聲總統扎蓮斯基開快佬調查拜登父子 這件事還有多少黑幕未揭出呢?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民主黨政府或共和黨政府 都當烏克蘭是第五十一個州 富之則來,揮之則去 特朗普對著民主黨班州長或者無計可施 但對著扎蓮斯基這位真人騷的後輩卻卻有餘 如果不是電話通話記錄曝光,斷古澤連司機一早已經take order做事 不知是否一時護主深切呢? 前白宮莫寮長馬爾瓦尼在一位通烏門解話的時候 居然一時間罰諾伊德式失言 承認停止援助以換取對方合作 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慣常手法 莫非馬爾瓦尼就是因為揭穿皇帝沒有穿衣而被特朗普炒油? 美國插手別國事務往往為當地帶來災難 以烏克蘭為例,當地自然資源豐富 數有歐洲糧倉之稱 特別是重工業基礎雄厚 曾經是蘇聯時代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國 可惜是14年美國都策動顏色革命之後 烏克蘭一面倒親美和俄羅斯決裂 之後國內形勢急劇惡化,政局動盪,經濟低迷,官場腐敗,財罰壟斷 甚至丟失了克里米亞 烏克蘭人就是因為對波羅生科隱無可忍 才破罐子破術,選個鞋星出來 扎連司機本來想走中立的路線 美俄兩邊都不得罪 怎知仍然論為美國人的工具都不是說不可悲 正如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說 美國人為了自己的經濟和安全利益不斷干涉別國內政 由伊拉克到阿富汗,由敘里亞再到烏克蘭 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香港台灣還有些人有幻想 山武大宋會幫忙完成民主大業 不是蠢就是壞 一句說完,美國插手其他國家事務 絕對是只有幣,沒有利 好了,今集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是like?搞錯還是食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吧